澳美日印四方联盟在川普政府期间显著强化 外媒报道 正筹化未来几个月内 召开拜登上任后第一次四国首脑会议 联合遏制中共 中共频频高喊备战 过年还要军演 印太多国没有松懈 美军两个航母打击群罗斯福号 宁敏兹号 2月9号在南海联合演习 包括上周穿越台湾海峡的麦肯号神盾舰也有参加 双航母在南海演习 去年7月也有两次 指挥官表示 美方承诺致力于确保所有国家 进于国际法对海洋的合法使用 同一天法国宣布 合资潜舰埃莫罗德号支援舰塞纳号 完成了航行南海 法国防长推文表示 这是法国海军与战略伙伴 澳洲 美国 日本进行远距离和长期部署能力的民阵 任务是为了确认国际法是唯一有效的规则 前一天 法国潜舰和印度海军联合演习 地点就在南海之下 爪哇海连往印度洋的重要航道迅他海峡 2月8日到21日 美国和印度举行名为准备战争的联合演习 F-35A联合攻击逆宗战斗机 8日降落关岛 第一次部署在这个太平洋重镇 10日到19日 美日澳三方在关岛举行 北方对抗2021空战联合演习 将验证美国空军弹性战斗部署概念 重新启用废弃的关岛西北机场 安德森基地司令之前曾警告 中共空军已经有能力穿透第一岛电 另外 驻地日本的美军雷根号航空母舰 有新伙伴加入协同作战 美军2017年最新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拉斐尔·佩拉尔塔号 对陆至海防空能力更强 此外 太阳神雷射武器将在今年稍后 首度部署在军舰 就在亚洲的第七舰队 新唐两天电视 陈辉某张东旭整理报道